各位好 歡迎收看新聞今日談 我是韋婷 非洲國家又發生政變 這一次是在相對富裕的中非國家加鵬 8月30號 加鵬軍發宣布取消選舉結果 軟禁總統接管政權 解散國家機構 關閉邊境 而在8月30號凌晨 加鵬選舉委員會剛剛公布選舉結果 現任總統邦克連任還不到一天 就遭遇了軍事政變 加鵬政變起因是什麼呢 尼日爾危機還未化解 加鵬又政變 政變難道會傳染嗎 加鵬之後會否還會有 其他非洲國家也政變 中國駐加鵬使館已經啟動了 重大突發事件應急機制 加鵬政變對當地的華人中資企業 有多大的影響 加鵬政變以後 西方國家中法國反應最為強烈 加鵬是法國前殖民地 與法國關係密切 政變之後 加鵬接頭也充斥著 讓法國離開的口號 接連被馬里中非共和國 布吉納法所掃地出門以後 法國也要被加鵬趕出門了嗎 相關話題 今天我們要請到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 非洲所執行所長黎文濤先生 做分析解讀 首先通過短片了解一下相關情況 加鵬政變軍人成立的 機構過渡和恢復委員會 發言人30號宣布 當天召開的軍官會議一致決定 任命共和國衛隊指揮官 恩歸馬為委員會主席 及過渡領導人 在首都利伯維爾 有民眾上街慶祝支持政變 並宣洩對前殖民地 宗子國法國的不滿 政變發生前 加鵬選舉中心宣布 現任總統邦哥 在26號舉行的總統選舉中 以超過6成4的得票率獲得連任 政變軍人隨後宣稱 選舉結果無效 並稱已獲取政權 邦哥當天通過視頻錄像表示 自己被軟禁家中 與妻兒分離 他呼籲國內外加大聲援力量 國際社會也高度關注加鵬局勢 聯合國發言人表示 聯合國秘書長強烈譴責以政變 作為解決選舉後危機的手段 美國白宮對加鵬局勢表示深感擔憂 並強調會繼續支持加鵬人民 追求民主 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表示 加鵬局勢令人深感憂慮 俄方正關注事態發展 中國駐加鵬大使表示 使館已經啟動重大突發事件 應急機制 建議所有在家中國公民不要外出 李仙人您好 我們看到8月30號凌晨 加鵬全國選舉委員會 剛剛宣布了選舉結果 現任總統連任還不到一天的時間 就遭遇了軍事政變 加鵬此次政變的企業您怎麼來看呢 當前的局勢是不是很危急了 毫無疑問 這一次加鵬政變的直接的導火索 就是這一次的總統大選 我們知道在這次總統大選中的 前任總統阿里邦哥的話 是以64%的得票率當選了總統 而反對派的領導人得票僅為30% 應該說這樣的一個 得票的票率比是比較大的 但是我們看到在選舉完之後的話 這個反對派是集體抵制這一次的選舉 認為選舉的話存在大規模的舞弊情況 存在選舉欺詐 而在這樣的一種狀態之下呢 突然就發生了這樣的一場政變 這個可以說是總統衛隊 也就是他共和國衛隊的指揮官恩魁馬 突然把這個邦哥總統給軟禁了 政變發生 而我想呢 其實這一次的政變來講的話呢 其實是有預兆的 因為呢我們知道從2009年 這個現任總統阿里邦哥的話 他繼承了他父親的這樣一個職位 現在來講的話呢 這個整個嘉鵬的話 在從2009年到現在 14年裡面總共舉行了三次選舉 而嘉鵬呢是一個典型的 一個逢選意亂的國家 在2009年選舉的時候 當時就出現了大規模的 這樣的一種選舉騷亂 然後在2016年 當時嘉鵬又舉行了一次選舉 而那次選舉 又出現了同樣的一個情況 當時呢 我記得這個阿里邦哥的票數 比反對派領導人 也就是當時的浪平的票數呢 僅僅多了5000票 這個票數是非常非常小的 當時的話反對派也好 包括國際運動也好 認為那次的選舉的話 阿里邦哥是存在舞弊的現象的 所以說當時也發生了騷亂 但是呢後來阿里邦哥 通過他自己強硬的 這樣一個手段 鐵腕把這個騷亂給鎮壓下去了 當時我們看到這一次 同樣這個嘉鵬 又出現了這樣的一個現象 我認為呢現在的嘉鵬的局勢呢 還是比較危急的 現在非盟也出來 反對這一次的政變 因為我們知道非盟 有他的自己的一個 一個規定 就是對所有的政變 玲瓏冷 那我們看非盟 他是否會組織周邊國家 出兵干預加蓬的局勢 這個也是未來的一個看點 我們也觀察到最近幾年呢 非洲是發生了一系列的政變 從幾內亞到馬里 從布吉納法索到尼日爾 為什麼非洲國家的政變 這麼的頻發 這幾個國家政變 分別是什麼樣的原因 背後有沒有相似之處呢 我們也看到確實是 從2020年開始吧 然後非洲的話 出現了這樣的一個政變潮的情況 而且大多數都是集中在 法與非洲國家 我算了一下 從2020年到現在的話 一共非洲發生了九次政變 其中八次政變呢 是發生在法與非洲 涉及到了六個法與非洲國家 我想呢可能第一個原因來講的話 深層次的原因 我們講還是在於它這個民生問題 我們知道這個法與非洲國家的話 可謂是在不僅是在全球啊 在非洲的話 它也是可能說發展最滯後的 這樣一個地區 同時來講的話 這個地區的這樣的青年人口 它是增長最快的 但是呢長期以來 這個地區的話 民生改善是沒有得到太大的成效 因此呢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老百姓可能看不到希望 包括青年失業率 包括我們這次看到 加鵬的青年失業率 雖然加鵬是一個復國 但是青年失業率達到了快50% 這是一個很誇張的數據了 所以說我覺得這樣的一種 青年人失業的問題的話 可能就會成為這個當地 這些非洲國家的話 政變的這樣的一個 直接的一樣的一個原因 那第二個層面來講的話 我們也看到 法國這些年呢 在薩克勒地區也好 在很多法與非洲國家也好的話呢 它進行中的反恐 但是呢我們看到 這些國家陷入到了一種 越反越恐的狀態 同時來講呢 法國呢 糾集了這些非洲國家搞反恐 這些非洲國家也擔負起了很大的 這樣的一個財政壓力 包括這種能力的投入啊 資源的投入啊 但是呢普通老百姓 並沒有感受到 這種的安全環境的提升 反而安全環境更加惡化 因此它對這個政府也好 對法國也好呢 產生了這樣的一種討厭的情緒也好 我們講這個反法的情緒也好 而且這樣的一種情緒呢 就蔓延到了這樣的一政府 還有一個來講 我覺得跟現在的這樣的一種 俄烏衝突是有關係的 因為之前的話呢 包括美西方的話呢 它很大的資源的話 會放在非洲 包括維護的地區的穩定也好 維護地區秩序也好 但是我們看到從俄烏衝突之後 大規模的這樣的一種發展援助 包括這種安全援助 全部放到了烏克蘭 其實非洲來講的話呢 它政府得到了這種的安全援助 包括它的軍隊也好 安全力量也好的話呢 明顯是削弱的 而我們知道非洲的話 它的安全上面的話 尤其法語非洲的話 它非常依賴於法國 在這樣的一種投入之下的話呢 那很多非洲國家 它對自己的維穩的 這樣的資源就缺少了 而這個也是導致現在非洲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一種 政變潮的一個原因 我們也看到了 尼爾的這個政變危機 還沒有被解決 加鵬又發生了政變 政變在非洲 似乎是有了一個傳染效應 您認為加鵬之後 還會有其他的非洲國家也政變嗎 毫無疑問呢 現在我們講政變潮 它就是已經出現了 這樣的一種示範效應 出現了我們講一種骨牌效應 在整個非洲 從馬里的政變 到布吉拉法州的政變 再到尼爾的政變 再到這一次的加鵬政變 我們看到 無論是它發生的 這樣的一種模式 包括後續的發展 都有很大的相似處 很多政變的話 都是總統衛隊 或者共和國衛隊的指揮官發起的 同樣來講的話呢 在後續的話呢 這樣的政變的話呢 它通常的話呢 均能會和相應的一些 這種政治力量 進行這種的談判 能實現權力的分配 成立一個過渡政府 大概這種過渡期的話 是三到五年 是這樣的一個模式 所以說現在已經在非洲 形成了這樣的一種示範效應 同時來講的話呢 我覺得現在政變 大家為什麼現在這種 政變這麼多 我覺得有一個示範效應 這個示範效應 最核心的在於 我們看到 第一個來講的話 這個政變 感覺很輕鬆 我們看到 基本上幾十個人 十幾個人 把總統一扣押 就政變成功了 這個感覺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來講的話呢 就是這些政變軍人也發現 這個老百姓也挺支持的 我們看到這是嘉鵬政變也好 包括之前尼爾政變也好 政變完了之後 老百姓上街遊行 上街慶祝 他覺得這樣政變的話 有了這樣的一個民意基礎 和群眾基礎 第三個我覺得更為重要的 就在於政變完之後 沒有外部的力量 對政變進行干預 之前的話呢 我們看到 包括法國也好 他會對這個政變進行干預 但我們看到 這一次無論在尼爾也好 包括在瑪利也好 包括這一次的嘉鵬也好 可能法國干預的可能性 會比較小 中國駐嘉鵬的使館呢 也是緊急的啟動了應急機制 據您了解 在嘉鵬當地有多少的華人呢 中資企業在嘉鵬 又有多少投資項目 我覺得這個是分兩塊 就是我們現在在嘉鵬的話 中資企業 我們講中國的一些員工 尤其是中企帶出去的這些員工的話 有不同的這樣一個數據統計 大概有大幾百的 有一千左右的 但是呢 根據當地的這樣的一個 中國的僑團也好 商會也好的統計的話 我們在當地的這種僑民的話 大概有四千到五千人 而我們知道 嘉鵬本身這個國家 就人口很小的 它只有230萬人 那我們中國 四千到五千人的 這樣一個規模的話 那就是非常大了 我想這一次來講的話呢 我們使館也提出了 這樣的一種安全警告 確實現在在一個非常關鍵的時期 據我了解的話 我們中國的企業呢 在嘉鵬主要從事的 比如說是油氣開發 還比如說是像這種礦產開發 猛礦 因為嘉鵬的話 它的猛礦資源是很豐富的 還有比如說像 設計一些木材這種開採啊 還有一些這種的 中國的這種商鋪啊超市啊 但我覺得這個 緊要關頭的時候的話 在當地的這樣的 華倫華僑也好 中國公民也好 第一個必須得要有 這種的底線意識 就是要對這種的風險 要進行這種的預判 同時來講的話呢 比如說 我們看到其實在2009年 當時出現這種的 嘉鵬出現這樣的 選舉騷亂的時候 其實中國是衝擊比較大的 當地 據我了解的話 當時的中國的很多超市商鋪 都被衝擊到了 都被搶啊 被偷啊 這個情況都會發生的 所以說我想 在當地的尤其是 這種中國商鋪超市的話 在這一點上需要注意 還有一個來講的話 我們一定有相應的 這種應急儲備 比如說假如出現了 這樣的一種大規模衝突 騷亂的情況 我們怎麼辦 我覺得最重要的 首先第一個來講的話呢 我們一定要知道 撤離路線是什麼樣的 第二個來講的話 要和使館保持緊密的溝通 還有一個來講的話 就是我們講最重要的 要儲備好應急物資 水 油 車輛 現金 護照 這五個東西是非常必要的 還有一個來講 如果是說在緊急狀態下 一旦出現衝突 很可能會出現斷網的情況 這個時候如果能 配備微信電話的話呢 也是很有必要的 我們看到最近幾年呢 多個非洲國家都發生了政變 政變之後掌權的軍政府 都是如何處理對華關係的 加朋此次政變 會不會影響到 中加關係的雙邊合作呢 那毫無疑問呢 那個中國現在是非洲 最重要的外部夥伴 也是加朋最重要的外部夥伴之一 每個非洲國家發生政變的話 都會對雙邊關係 對中非關係產生影響 產生衝擊 而這些個衝擊的話 可能主要是體現在幾個方面 第一個來講的話 就是我們的人員企業的安全 這個是一個 第二個來講的話 就是雙邊合作 比如說我們簽署的一些協議啊 項目啊 能不能夠繼續的執行 第三個來講的話呢 就可能是在於 雙邊這種政治關係的 這樣的一種維繫 但我覺得的話 這一次的加朋這種政變的話 它的後續的發展 我們還要繼續的觀察 但我想的話 它很大的一個可能性呢 就在於 可能現在的軍政府 會和一些政治力量 進行這樣的一種談判 成立一個聯合過渡政府 而通常情況下 這個聯合過渡政府 會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 我想如果得到 國際社會的承認 對於中國來說的話 當然可以繼續和這種的 相應的這樣一個政府 進行溝通打交道 而且我們講中國的對非外交的話 它並不是和一個人 一個黨 或者說和某一個政治團體打交道 而是兩國政府之間的 這樣的一種交流與合作 我覺得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想我們的最大的關切 還是在於 如何通過這種政府之間的交流 保障我們在當地的這種人員安全 企業利益 維持雙邊的這樣一種良性的 可持續的發展 好的 感謝您的分析 下節新聞近日談 繼續帶您關注 接連被馬里中非共和國 布吉納法所掃地出門 在非洲焦頭爛額的法國 將何去何從 相關話題我們稍後繼續 新聞近日談歡迎回來 非洲國家加鵬發生政變 西方國家中法國反應最為強烈 法國政府發言人譴責加鵬軍事政變 並表示正密切關注局勢發展 希望加鵬選舉結果能夠得到尊重 加鵬是自2020年以來 第八個發生軍事政變的中非及西非國家 此前還有馬里 布吉納法所和尼日爾等 有專家指出 法與非洲國家對法國的反對聲浪日漸高漲 儘管原因不盡相同 但法非特殊關係似乎正走向終結 法國軍隊近年來接連被非洲國家掃地出門 2023年1月 布吉納法所軍政府發出最後通牒 要求法國在一個月內撤出部署在該國的400名士兵 這是法國軍隊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 第三次被掃地出門 此前法國已被驅逐出馬里和中非共和國 現在法國需要重組其在薩赫勒地區 以及更廣泛的薩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軍力部署 但法國與潛在東道國的關係已經非昔比 法國在非洲的影響力和存在日益被削弱 而且還有俄羅斯中國這樣的替代大國選項 誰還願意收留法國坦克呢 我們看到對於加鵬的政變 法國的反應是最為強烈的 所以在您分析馬克龍政府會不會袖手旁觀呢 我們知道尼日爾的危機還沒有結束 所以法國即使想要干預 是不是稀有餘而力不足 首先我覺得從馬克龍的內心來看的話呢 他肯定是想干預的 我想因為對於法國來講的話 非洲在法國的人的意識中 在所謂法蘭西帝國的意識中 它就是個後院 是法國的後花園 法國前總統戴高羅曾經說過 如果沒有非洲 沒有這些法與非洲國家的話 那法國也就是個二流三流國家 這個是法國領導人心中的 一直的這樣的一個想法 我們也知道法國的話呢 有個綽號叫做非洲險兵 它在歷史上曾經幾十次的干預非洲 包括在加蓬 它也進行過這種的軍事干預 因此來講的話呢 法國是有這種干預衝動的 但是我們從現實情況來看的話 確實現在法國這種干預能力 它是大大下降了 我們看到從法國國內來看的話呢 其實國內的法國老百姓也好 包括一些法國政治精英也好 是不支持法國對非洲進行 這樣的一種直接軍事干預的 因為現在時代已經變了 我們看到這些年 法國其實在十年前的話呢 對非洲的這樣的一種安全問題 尤其是恐怖主義問題 它進行過這種的軍事干預 但是呢 收得的效果非常不好 不僅沒有收到好的成效 反而是陷入了這樣的一種 越反越恐的狀態 可以說是吃力不討好 反而是引發了當地的 這樣的一種反法情緒 所以說法國國內的話 出現了很大的爭議 他說我們法國在非洲 投入了這麼多的軍力 這麼多的能力 這麼多的資源和金錢 甚至我們法國的軍人 在非洲也死了這麼多 反而的話呢 還引發了這樣的反法的情緒 因此現在法國國內 他對法國政府 對非洲的這種軍事干預的話 總體來講是一個 不太支持的這樣的一個態度 同時我們從這種外部條件來看 現在如果法國要干預非洲 軍事干預非洲 他必須要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 以及尤其是聯合國的安理會的 這樣的一種批准和同意 那能不能得到安理會的同意 我們還打個問號 我還記得在幾年前的話 當時的法國的話 在非洲的反恐問題上 想得到安理會的批准 想要安理會駐紮 這樣一個威和部隊 但當時的話 法國的盟友美國 是第一個出來反對的 這個很有意思 同時我們要看到的話呢 現在來講的話 當地的這樣的一種非洲老百姓 已經有很強烈的 這樣的一種反法情緒 如果法國不顧忌 這樣的一種非洲的情緒 如果直接進行軍事干預的話呢 可能會引發更大規模的 這樣的一種反法浪潮 而且我們知道 其實法國在當地的 這樣的一個駐軍的話 只有400人 這個400人 我認為他可能是沒有太大能力 來進行這樣的實質上的干預 國際社會有一種說法 說加鵬的首都 就是法國在非洲的一個總部 作為說法語的前法國殖民地 法國對加鵬的影響程度如何呢 法國在這個非洲的前殖民地裡面 如果是說從這種重要性來看 地緣重要性來看的話 可能是一些非洲地區大國 比如像塞內加爾 科特迪瓦呀 從那個地緣重要性對法國來講 可能夠為重要 但是如果是說從這種特殊關係 特殊的歷史紐帶 以及高層領導人這種的思議來看的話呢 那毫無疑問的話 加鵬和法國的關係 那可能說是排的是數一數二的 可以給講兩個小故事吧 就是之前我們知道在這個希拉克的 那個當時的法國前總統 希拉克剛上台的時候 就現任總統 我們講阿里邦哥的父親老邦哥的話呢 他拿了一個內閣名單給希拉克 這個內閣名單的話 是他建議希拉克選擇的法國內閣的名單 最後面確實希拉克也是從他這個 邦哥的這個內閣名單裡面選擇了一些 他這樣的一些部長 所以看到這種關係是非常特殊的 而且老邦哥呢有句話很經典 他說呢如果沒有法國的非洲呢 就像沒有司機的這樣一個汽車 但是如果是沒有非洲的法國的話呢 就像是一個沒有燃油的一個汽車 所以說兩者的關係呢是非常特殊的 而且我們看到現在來看的話呢 其實法國在加鵬也好 在非洲也好 它還是存在相當大的影響力的 我們看到現在在加鵬的這樣的法國企業的話呢 具有統計的話大概有120家 佔到了加鵬出口的近50% 同時這些年加鵬的這個發展援助 它從外部得到的發展援助 大概90%是來自於法國 它80%的武器裝備 也都是法國人給提供的 因此我們也看到這樣的一種特殊的關係 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就是法國 無論是在加鵬也好 在很多法與非洲國家也好的話 它是在軍事上有特殊影響力的 我當時的話和一些中企業 進行過這種聊天 在有些法與非洲國家 如果出現了衝突 甚至出現了這個叛軍 要攻落到首都 他們有一個這樣一個指標 看是不是要撤退 它就是看法國軍運裡面的 這個武裝自身機會不會起飛 如果法國軍運的武裝自身機起飛的話 它覺得法國可能要介入了 可能事態就要平息了 如果法國軍運的自身機不起飛的話 它就覺得這個事態很危急 它們就要撤退了 所以說我覺得從這些側面 也可以看得出法國在非洲的影響力 同時也可以看出 加鵬在法國的對飛政策中 它中了特殊地位 我們看到近些年 法國是接連的被非洲國家給掃地出門 所以有分析指出說 法國這次是輸不起加鵬了 加鵬是非洲的一個橋頭堡 坦然說法國這次再從加鵬被趕出 那麼法國在非洲的影響力 勢必會一落千丈的 對此您怎麼來分析呢 確實我們看到從2020年到現在的話 非洲發生了這麼多政變 而且全都是集中在法與非洲國家 而且它有一個共同的特點 就是這些法與非洲國家發生了政變之後 和法國的關係都走向了破裂 走向了惡化 這個對法國在非洲的這樣的一種地區霸權的話 是有很大的這樣的影響的 所以說很多分析人也認為 現在法國在非洲的這樣的一種霸權基礎 在慢慢地坍塌 但是我們還是要客觀地去看待這個問題 而我不認為法國在非洲的影響力 會一落千丈 因為法國在這個地方 它存在結構性的霸權 我們講什麼是結構性的霸權 兩點 第一個就是它的這種的軍事的駐軍權 它也是存在的 我們看到現在法國的話 在整個非洲的話 大概有五六千人的這樣的一個駐軍 我們知道很多非洲國家 尤其是法與非洲國家 它在獨立的時候 就已經和法國簽署了相應的 這樣的一個秘密軍事合約 就是允許法國在當地的駐軍 以維持當地政權的這樣一種安全 這個是很多法與非洲國家獲得獨立的 這樣一個前提條件 但是我們看到現在確實法國也受到了相應的衝擊 但是這樣的權力還是在 只是法國用不用而已 第二個來講 我覺得更為重要的 就是法國在當地的這樣的一種金融權 我們知道這一次發生政變的國家是加鵬 它是一個中非國家 之前發生政變的像馬里 布吉拉法斯所 包括尼爾 它是西非國家 我們知道這些國家 西非國家 西非法語國家 用的是西非法郎 中非法語國家用的是中非法郎 這些貨幣的話 它都之前的話 是和法郎進行錨定和掛鉤的 而現在的話 它當然是和歐元進行錨定和掛鉤的 那就是說法國給予這些國家 提供了這樣的金融上的保障 同時來講的話 一個很大的條件 就是這些國家50%的外匯儲備 必須存放在法蘭西中央銀行 因此法國可謂是對這些國家 有強大的這樣的金融上的影響力和控制力 因此我覺得法國在這個非洲 在法與非洲的影響力還是特殊的 還是非常巨大的 只是現在法國來講的話 跟之前相比 我們講跟幾十年相比的話 它確實影響力在下降 但是我們不能因此低估或者小看 法國在當地的這種特殊的 綜合的這樣的影響力 有分析指出 法國目前在非洲是遭遇了 美國的背叛俄羅斯的虧視 俄羅斯在非洲的一個建築 也是令法國非常緊張 非洲國家政變以後 西方大國在非洲的這個博弈格局 是不是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現在發生在西非也好 中非也好 這樣的一種亂局的話 確實是對大國在非洲的這種的 地緣戰略博弈 產生了很大的這樣的一個影響 而我們經常談到的一個詞 就是在非洲 尤其是在這些法語非洲的話 叫做俄進法退 那就是發生了政變的國家的話 和法國關係都走向了破裂 走向了惡化 那同時俄羅斯也就是趁亂得利 和這些國家的話 建立了非常緊密的軍事與安全聯繫 尤其是我們提到這個瓦根大集團 在很多的法語非洲國家的話 它都進去了 而且和這些國家的這種的 強力部門的話 簽署了相應的這樣的這個合作 安全合作條約 這個是很大的一個趨勢 同時來看的話 我們知道美國 美國的話 其實一直以來和法國 在非洲 它都是有相應的這種利益衝突 和利益矛盾的 而美國呢 認為呢 法國的話呢 把非洲作為自己的自留地 因此呢 它也想動一動法國的奶鬧 因此呢 現在我覺得大國在非洲的話 確實處於一種 這種比較混亂的 這樣一種爭鬥的局面 那現在非洲最看重的是什麼 非洲現在最看重的是發展 穩定 發展是排第一位的 我們講所有現在非洲出現的問題 政變也好 包括恐怖主義也好 核心的根源還是在於窮 這個是資深中的所有不安定因素的土壤 因此非洲第一大訴求就是要發展 誰能給它提供這樣的一種發展紅利 誰能給它提供投資 誰可以給它帶入更多的這樣的技術 資金 推動它的工業化 農業現代化 人才培養 我覺得中國在這方面 是有我們巨大的優勢的 因此我想 無論是現在非洲的這種的亂局 如何發展 或者大國博弈 如何激烈 我想的話 我們中國應該更加超脫 我們覺得我們在非洲的話 是有我們特殊的這樣一個優勢 而且中非關係 我們講 我們不是服務於所謂的這種地緣政治博弈 而真正是服務於兩國人民的福祉 好的 今天感謝黎先生精彩的解讀與分析 同時也感謝您收看今天的新聞今日談 我們下期再會 我們下期望 我們下期